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他这次去一趟将近快一年的时间 他有这个宏愿就是想要去欧洲取经 看看有没有可以对台湾有所帮助 比如说到英国去他一定要到海德公园去 看他们站在回照箱上各自的论难 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个经验 他到博物馆去他会去注意 当时候博物馆里面放的中国东西是什么 日本东西是什么 欧洲文化的精髓在哪里 他就在《法国建文录》里面写了一个摩纳哥的公园 那里面他就写了 他说 就是他会把一个小小的摩纳哥拿来跟一个非常大 而且被英国殖民的印度来做比较 其实在他日记里面做了很多比较 这也是他日记有趣的地方 再一次回到我们讲到了文学带来整个新媒体的感觉 你环球你是次你自己的事 但你如果环球了之后你还写成日记 那就有记录了 你写成日记还寄回来给报纸发表 你每到一个地方就一落地日记就款一款寄回台湾 然后报纸上就发表 这个就不但是你个人的旅行 而且是一次旅行的实况转播 这跟你去看一大堆百科全书教科书是完全不一样的 去透过他的眼睛把这些事物带回来 这个规模跟状态跟这种共识感 对对当时的台湾人来说是非常轰动的一件事情 1920年代的那个世代的台湾的民族运动者 他们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悲怨 一百年前的台湾在世界上非常孤立 但他们渴望打破这个孤立 于是他们做了一个远大的梦想 能够被世界所接纳成为世界的一员 他用世界来过重自己的梦想 所以台湾人开始做世界的梦 这个文化协会有一个花花 这个花花是金尾水以下 第三段的后边就是说希望最后 有完书名落为世界人 世界人类漫漫岁 台湾民有蜴 台湾人要有一个政治的书名 这个书名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很高兴 来做一个世界的人 所以世界人那是一个对这个世界的人动 对到这个世界的共同要做一个人类 会面对到可能会有共同的问题 还是共同的处境 有一个人动感 那就是世界人 那时候政府所以有这种的想法 那这个想法现在我们来看看 觉得很出名 尤其这个疫情 去年我们上那个口罩外交 表现出这个作为一个世界人类 一个贡献者的一个角色 即使是从今天来看 我们都会觉得非常惊人 这种高度的世界意识 就是说当时也还没有联合过 但是他们已经产生强烈的世界 他们要求获得世界 作为人类的成员的权利 跟世界跟人类一起 并肩起步一起往前进 能够贡献于这个世界 所以台湾其实跟世界 绝对没有断绝过 而是很早就开始接触 所以台湾人很知道 台湾之外还有很大的一个世界 你如果去看当时的一些日记跟文献 你很容易看到 比如说一个中学生说 我的兴趣是学声乐 我以后想要学声乐 我想要成为世界一流声乐家 我要站上纽约或伦敦的舞台 你现在很难想象 你现在光是台北的一个学生这样想 你都会觉得说 你家是除非很有钱 不然我不太相信你做得到 你很习惯就被匡限在这个想象里 可是为什么不是呢 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啊 我们为什么永远觉得我们是孤岛 而不是枢纽呢 对那这个是日治时期 文学这群人 乃至于那整个时代给了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气魄 就是当他们张开眼看到文明世界 看到外面世界很大的时候 他们想到不只是说我落后于世界 而是我好想加入这个世界 让世界知道台湾是什么 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 自我认同或是对土地的认同 国家的认同 它是一个摸索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老公跟我感情很好 会跟我用故事的方式讲他的生命经验 我可以知道八九十年前的人物的一些视角和观点 特别是在他们大概四五十岁的时候 他们又经历了一段就是包含政权的转移 以及不同的一个文化的统治 台北大宗喜事我阿公跟我讲 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 在基隆还有台北躲空喜的故事 这件事其实影响我非常深 因为当我把这件事写成小学的作文 然后在班上就是朗读给大家的时候 我那时候发现大家是非常疏离 对这段历史完全不了解的 可是这件事的话其实到后来 包含台北大宗喜的游戏设计师 影像团队 他们不知道这段历史 我觉得就是一个旧教育体制的一个断裂 或者是刻意的保留 那我觉得这件事的话 如果可以通过游戏的形式 那是一个可以影响年轻时代的一个媒介 在学校的时候 我觉得历史课啊地理课 我觉得好像很多东西跟我无关 我觉得那个不认识 有些时候是从我的教育环境而来的问题 但是当我开始从事艺术创作的时候 我必须要去认识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脑袋 跟这个岛屿的关系就是很薄弱 然后对啊 所以就开始移动啊 开始旅行啊 然后开始在各个城市工作 然后拉开这个岛屿觉得很远的这个关系 就是你要用你的身体让它很近 我觉得有一点这个原因是因为我想更认识 台湾到底是什么 说真的我对台湾的认同跟认识 是真的是我们做读书会以后才真的是越来越多 欢迎来到白铃国读书会 这是 Ken 我是凯丽 今天我们要做的书是 欢迎来到晨晨播密码 第二部是罗妹号 其实很 我一直觉得我很热爱这个土地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也不 我对什么台湾的历史啊地理啊 人文文化 其实也没有很了解 我以前就是一个很会读书 很会考试 可是你说我学到什么 就是完全不知道 因为我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一边读一边学 就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个 podcast 让我更认识了台湾这片土地 让我对他的感情更加深厚 我其实在创作音乐的过程里面 有很大一块是在做自己的母语创作 也就是课语 那我在一开始创作的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一开始只是因为我跟阿公阿嬷的 这个情感连结 我觉得好像随着年纪增长 这个语言至于我已经渐渐淡化 然后甚至是我快要遗失这个语言了 所以在那样子的一个危机感 或焦虑感当中 我下定决心想要重新的找回 学回这个语言 那最开始的起点是这样 我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试着把台湾的故事推上国际 让国外的乡民可以来讨论台湾 然后也让国外的媒体来报导台湾 其实外交是每一个公民 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参与的一种行动 那就是让大家觉得说 其实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政府可以做 它是我们一般人 就是一般普通人 我们通过很多很小的行动 或是很小的一步 我们也可以为台湾发声 我们可以做到 让国际看见台湾这件事情 就像黑格尔说的 这里就有玫瑰花 就在这里跳舞吧 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创作 然后创造我们的文化 只要我们在这块土地上 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 说故事 其实我们就是在丰富这个世界文化 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在世界上被看见 就会成为这个世界进步的一股动力 舞蹈旅行计划里面这个作品 就是1875拉威与玻璃路 它其实也是一个法国的曲子 我自己都是生长在 学习西方舞蹈的这个历程 但是既然我学了 它跟我的文化有什么撞击 所以我用了这个曲子 但是也与我们文化相结合 那就是你自己 所谓对于一个国际观的一种 打开的方式 我们自己我觉得比较用心在做的 应该是让国际新闻 全世界发生大事 但用台湾人的角度去解读 让大家觉得了解一下 台湾其实不是鬼岛 其实全世界有很多国家 有面临很多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挫折 然后我们想了解世界怎么看台湾 然后台湾在国际的定位是什么 那时候想到的反而是这个 对 就是让台湾先认识自己在世界中的眼睛里面是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才能找出我们自己未来要走的方向 我在音乐里面就放入很多这个沐浴的部分 那我一开始做的时候 我并不会去设想说 这个到底有多少人听得懂 或者是他可以带到哪里去 到台湾各个地方演出 甚至也曾经去到美国 或是就是其他不同的地方去演出 那给我产生很大的一个感受跟回馈是 其实音乐它其实是真的不分语言 反倒是我们用母语在做创作的时候 一来它可以保留这个文化的一部分 那二来是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反而 如果你拉到更大的视野 拉到国际的时候 别人没有的东西 他就会觉得你这是有特色的 这件事情是我真的做自己的母语音乐 做好几年之后深刻的感受 2003年的时候 台湾面临到了这个SARS大流行的挑战 在那个时候 我们曾经跟世界卫生组织 要求给我们相关的病毒的解体 可是世界卫生组织 一直没有采取行动 是这一次COVID-19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所展现出来的一个自发自动的 愿意配合卫生措施的一个很好的典范 受到全世界大家的重视 任何好的防疫体系 没有好的人民 是不可能成功的 也是因为台湾民主 台湾自由 也是因为台湾人民慷慨善良 愿意对国际社会来做出贡献 所以在美国很多人形容台湾为 a force for good 就是世界良善的力量 台湾人有一个很好的特性 台湾人有一个很好的特性 不断地从失败当中学习的方式 当我们在面临很困难的时候 台湾人民并不会因此被打击 而反而是更坚强地站起来 那到2020的话 那时候的话是 台湾其实有一种被欺负的感觉 有一些外部的各种干扰因素 那这件事其实也不是 我们这个世代就面对的 它是已经好几个世代 好几个十年 都已经是这样的 我们这次的话 基本上当时的台湾一起防疫 做得非常成功 那我们希望把我们这样的经验 就选用就是纽约时报来做 我们告诉你台湾可以做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在处理 这些世界性的问题 所以变成全世界共享这个急迫性 不管是我们做简讯时连制 做口罩 做疫苗等等 这个想法你一旦发表出来 你立刻就看到全世界很多城市 开始去想 这个台湾模式 他们要怎么样子去使用 所以因为这个共同的天涯 若比林的共同的区域 再加上网际网路多项传输 透过人民跟人民 所以这就可以让我们看到 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你就有全世界的舞台 那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自立自强 有台湾人民这样子的一个 要贡献社会 要参与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心意 那让更多的国家愿意认同台湾 甚至支持台湾 今天我求求所有民生 提出台湾的参与 谈谈台湾参与 参与台湾参与 台湾参与 携传与 즐거운厄 他拥有情统 我们综合台湾的参与 通贯与珊 参与台湾参与 我们支持台湾的参与 或者是幾百年來 在這塊土地上奮鬥的經驗 事實上是對人類的文明是有意義的 台灣雖小 但它卻可以貢獻人類的文明 讓人類能夠在閱讀 跟學習台灣的歷史經驗的時候 體會到台灣人 確實是屬於人類文明的意願 我們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大家不要忘記這一點 所以我想這一切都回到 就像文學時代 當文學的這些前輩們 當他心懷世界 說要樂為世界人的時候 希望台灣跟世界的思想 知識文化的體系能夠接軌 我們在這塊土地上努力的做自己 從我們的生活土地出發 我相信我們所孕育出來的台灣文化 當它面向世界的時候 一定會有它最獨特的面貌 一定是世界文化裡面重要的一塊拼圖 也可以鼓舞世界其他地區的 還在為自由奮鬥的人們 一百年前的文學 希望台灣是這樣的一個社會 可是我覺得台灣社會 慢慢地展現出來的 尊重普世價值的 這樣的一個美好的狀態呢 我也很希望在一百年後 不只有台灣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自由 民主 法治 多元 彼此尊重的想法 散播到全世界 特別是我們周遭的很多的國家 他們更需要自由民主的光量 來照亮他們 感謝代表 台灣 廣 Kos 中国 中国 這是 日本 共和 共和 中國 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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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